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可以按下去 它自動幫我把這個地址給輸出 那當然一樣 第一個你先確定一下你的邏輯 你的那個回圈的列 第幾列 第二列到 比如說以B2 Ctrl向下去偵測最後一列 然後藍的話基本上就是J J等於是第二一直到 可能到I 那這個範圍先確定一下 就是你I跟J範圍確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 主要就是判斷說如果他這個 J如果等於2的話 那反正直接輸出 等於3的話也是直接輸出 串接就對了 那如果是4的話呢 就是這個第4藍的話 那也是直接輸出就串接了 然後第5 這個5跟5、6、7、8、9 這幾個的話呢 需要判斷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我們會需要多重判斷 就是判斷他到底是 這幾個到底是郵遞區號 或者是城市等等的這些 那所以我會需要用到AO寫斷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有些資料我要暫時存放的話 該怎麼放比較好 前面有講過有個陣列有沒有 其實可以用陣列的方法 因為這邊總共有8個欄位 那8個欄位的話 我們可以宣告 如果不宣告陣列的話 你變成8個變數啦 那8個變數太麻煩了 你乾脆用一個什麼陣列 那前面有講過嘛 比如說你A後面怎麼樣呢 我這邊來看一下程式好了 A後面刮斧7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把A有沒有切割開來 切割成幾等份呢 切割成8份 8個格間 可能一個房子 可以放8個不一樣的資料 OK那就是A0到A7嘛 7的話指的是從0開始 不是從1開始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4i等於1到 這個我們以A1好了 姓名你可以A或B都可以 然後它的最後一列在哪裡 所以會自動偵測 再來的話呢 我們範圍是從2到9 2到9欄 這個範圍先確定 那需要判斷的主要是哪個部分呢 就是它如果是B 如果它是J等於2 J等於2的話意思就是什麼 它是郵力區號 那郵力區號怎麼樣呢 就把A0 就是把什麼呢 把裡面的資料放到A0裡面去 表示A0是郵力區號 OK 然後呢 ELSIF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有第二種就是ELSIF J等於3 那J等於3就是程式 放A1 就是說1、2有沒有 2 然後再來是斷的話比較麻煩 斷的話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IF 它如果不等於空置串的話 那其實這個用法跟剛剛的那個 這個方選很像 那只是說呢 最後要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放在A3裡面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那你會發現我們宣告正列 而且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放它應該放的資料 那分別利用這樣的方式 A0到A0SIF 所以你會發現A0SIF非常好用 而且你們應該也不太需要 多學一個東西 如果你要學slide case的話 我雲端白板上面有舊的畫面 你們可以參考比對一下 那 不過基本上用這個 我覺得還比較好記 OK 你就A0SIF A0SIF 而且比較不容易寫錯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全部串接在一起了 所以